低俗頻道,徹底交叉 大家好,各位網友大家好 又見到你了,是不是? 又見到我了 整個低俗頻道都是你做的 不是,整個低俗頻道都是我做的 而是整個人夫七樓都是我 現在這個事件 不是人夫嗎? 人夫還是人夫呢? 歡迎各位網友來到這個低俗頻道 第一次跟大家見面的節目 叫做小利亞吧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第一集,我已經穿了西裝上來 但你一枝香檳也沒有,想怎樣 你香檳原來噴東西 你又不是女兒,帶一枝香檳給你做什麼看 你又說星期五沒有女兒的東西 上次我帶了一枝香檳,怎知道你噴到濕了 真的沒想到 跟大家說個Hello 亦介紹一下小利亞吧的主持 首先有我,阿東 大家都應該,認識我的就認識 有替星期五沒有女兒的都知道波子強是誰 不要這樣 波子強可以做的 現在做小利亞可以做阿東 也有另外兩位主持 跟大家介紹一下 中間這位是大佬東 大家給面子 因為他也是叫阿東 不過他不一樣 我這些弟弟和大佬 大佬東 大你一點點而已 一兩年而已 最右邊的就是B1 說得對,這樣就有文化了 B1 B1 我們三位都是唯一的共通點就是肥 會不會是呢 我們這個節目叫小利亞爸 我們當然是爸爸 但是不約而同,我們都是母女的 什麼母女 我們都是有兒子 你女有兒子 我一個兒子 B1有一個兒子 最好趣的是他剛剛出生 我兒子2歲 他兒子4歲 你兒子6歲 我兒子8歲 8歲 8歲 所以我們作為一些七十後的講話 我想剛才開放的禁稿 大家都聽到我們作為 到底有多火和有多仇 就在這個節目上跟大家聊一下 剛開始聊的時候 就說我們這是什麼節目呢 就是三個七十後的爸爸 的憤怒與哀仇 那為什麼七十後的爸爸 會有這麼多憤怒和哀仇呢 這樣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 已經不適合下一代生活了 那23 其實我在不同的場合已經說過 我是被我老婆trap的 是 我覺得這些事情 來到這一位 你不要一味賴慘在女人 才行的 就是飲不飲水 去哪裏按得牛頭低 他又不是按得很低的 很弱 你不小心要怎麼生孩子 不喝水 不敢得牛頭低 當然 我們是低俗頻道 所以用語比較低俗 除了我們爸爸之外 也要介紹一下兩位帥主持的背景 即是好男人 不要是好男人 還沒說完 我們互相介紹一下 當然是你自己介紹一下 那我先介紹隔壁主持的位置 舞台美學大師B1 是舞台美學大師B1 對 你看我這麼沉默 寡言也知道我是大師 那大佬東呢 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一個 等一下 口通你介紹我 應該輪同我介紹一下你 大佬東就重要了 為什麼叫大佬呢 話說他就是香港的戲劇教育大師 戲劇教育大師 當然啦 你這樣說我不用升職了 我就是想你把老闆移下來 然後你升上他的位置 好像說有些網友爆咪 所以可以來咪一點 好啊 主要是他爆咪 我們這些不是演員底 其實這些影響是差一點的 其實我有時演員演員 我都演員演員 其實大佬東和B1 B1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要跳 不要跳 不要吵 B1也是舞台劇的工作者 或者怎樣說 其實大師 大師級 他們都是裝了人 我們這個節目就叫小李爸爸 我首先要解釋一下小李爸爸的小李 那怎樣小李呢 第一個意思就是我解釋一下我對小李爸爸的看法 小李爸爸 我們基本上做港巴有時也要忙 有時真的會小李家裏 另一方面也不是很理自己的爸爸 所以大家兩邊都小李 小李爸爸 這是我自己的理解 我們都很忙 小李自己的妻女 小李家裏 小李家裏 小李爸爸 我們一個星期初過來做節目 這件事真的很忙 對呀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可能對於你們兩個來說會比較好 一個是老闆 一個是有份長功 我這些行運野可 小李家裏 小李家裏 一個星期已經出去跑七個江湖的時候 小李家裏 你還要求文野可 沒有錢 小李家裏 然後我們就要收犯一份那件事 你這麼快就已經很哲理地將社會的現狀說出來 我昨天說明是大師 如果認識B1,我現在很小心 為什麼呢,這兩位元兄原來在廣東話界是有研究 你千萬不要這樣說,我們就出不了這個門口了 堂堂一個何博士都被人弄成這樣 你沒有人敢做大佬了 其實我們在Facebook發表這些東西 或是我們平時溝通的時候用一些廣東的政治 因為我們是有責任傳承的 還有一件事,我用得的字,我是親自去考證過的 就是這樣說,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不知者不罪,你做了就沒有人犯 但當你知道的時候,你仍然這樣做 你就不要跟我讀港約定俗成,習非成是 不對就是不對 我們是戲劇人,我們經常用廣東話去寫劇本 這些就是領南文化,再是不傳承的話 即是說,打到沒有,就不行 前幾天在Facebook才看到,不知整個孫中山像 簡體字嘛 在屯門整個孫中山像 屯門不知哪裏整個孫中山像 開光之後,下面寫著國父孫中山,是簡體字來的 即是welcome to China 即是welcome to China 現在香港真的越來越資料化 其實我們小李阿爸這個節目 除了說一些做港巴的艱辛一面之外 亦都會對於一些有關於我們家長所關心的時事 亦都會說 因為是個半小時的節目 第三節亦都會說有關於文化上的一些事情 因為其實兩位都在文化界都享負成名 到底那個名是很明,還是背後的雕大花 真的不得而知 其實我們希望節目的方向更清晰 我們為何會說文化、藝術、教育等等 因為香港的社會越來越功利 究竟你說有些所謂的藝術教育 是否在說父母帶子女去學琴 下了一張sert 方便進入中學 這件事真是很噁心的 即是 曾經何時的學彈琴、學拉小提琴 都是用來徒野性情、跳舞、搞一些氣質 現在就量化了 變成一個入學的條件 即是公理主義 即是現在變成了一種必然 即是一種必然 你不學就做不到的項目 做不到的項目就找不到學校 你兒子還小 這個我很深刻 我兒子未來八月就要上學了 他去討論 他去討論的時候 一歲兒子,連爸爸還未會叫 在討論的時候 老師姐姐就拿了一個蘋果 拿了一個香蕉給他 你叫Banana 我很想 MISS我 不如我給你一條Banana 連爸爸還未會叫Banana 其實這些場合 你應該不要去 你哪有得住 還要開拖 你不要管 總之那間學校最後收了我兒子 真是條理 那究竟是你比較多 還是你老婆比較多 我不知道 因為我兒子已經進了很多學校 唯一只有那間收 那那間是否你們心目中覺得比較理想的學校 其實絕對不是 我經常覺得 小朋友不應該花那麼多時間去坐車 應該花多時間去玩 花多時間去睡覺 但是家附近的幼稚園 就不收了 再近一點也不收了 一枕一枕推出去 最後要回到九龍堂 現在的所謂 又是九龍堂的幼稚園的名牌效應 不是名牌效應 因為那裡收的學費貴 他的學位多 這些連Banana都不懂得分的年輕人 他都可以照收 明白嗎 你先說一下 多貴 那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問我老婆才知道 這些就是忍惡陽線 有網友問 今天是比較奇怪的 因為友台方面 都是有我的節目 你那邊是正經很多 那邊不講粗口 那邊舒服很多 大家要交代一下 這邊是Live的 低族頻道是Live的 友台那邊是錄播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在這邊 做Live 比較有趣 也可以上我們lojook.com 也可以留言 其實說回 我們都是七十後的阿爸 不如大家都是阿爸 我們說回我們兩代之間 做阿爸 其實是有什麼不同呢 例如我們自己的阿爸 我爸爸是五十後來的 他是五一年 我現在是七十後 其實兩代做阿爸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你覺得如果我們的阿爸 對我們 其實我們這一輩 如果我們是阿爸 其實很多人會 標籤我們是怪獸家長 如果我們覺得自己 不算是怪獸家長的話 其實我們的阿爸 對我們有什麼正面的影響呢 有什麼 我想在開始說阿爸之前 我每一次想到這個問題 我都覺得很... 我不知道怎麼切入 就等於我們去... 阿爸是什麼呢 即是身體的阿爸 就是阿爸 小弟你家門不幸 就是我爸爸還沒死 不過很小的時候 我就沒有跟家人住了 所以每一次說到阿爸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 究竟那個阿爸 在說什麼呢 是一個父母 是一個男性的長者 或是男性的監護人 還是那個身體 你父親節 只會跟他慶祝的那個父親 但無論好還是不好 你覺得這個人的存在 對你的成長有沒有影響 真的沒有的 因為他過去... 當我童年未出生的時候 他出現的時候 就是每年過年 就負責付錢買衣服 他如果不付錢的時候 就沒有衣服 就沒有衣服 是衣服都不用買 見都不會見的 但真的會不付錢 看看他那陣子手緊不緊 即是不一起住 我的家人都不告訴我 半歲的人怎麼會有記憶 我半歲的時候 就已經離開了 父母的家 就去了公公婆婆的家 所以從小到大 如果你說 我要有一個阿爸 我阿公就似乎是我的阿爸 即是父權的象徵 就變成了 父母的模型 其實是你阿公 就會多於你真正的身體 所以每次問到這件事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不其然想起 那同性戀婚姻的那個 誰是父母 誰是媽媽 哈哈哈哈 就是兩個我爸爸 真的沒有辦法 真是零影響 其實都不是零影響 因為他小時候不生性 搞到 子女生出來又不理 其實我家 因為我是大兒子 自然就有很多話聽 最多人就說 你要不要學他這樣 你以後要什麼 你一定要 這些我就站著 妹妹和弟弟 前面擋著 進行吃 那你呢 大佬東 我呢 我老爸 以前都是一些 他喜歡衝做大佬 但他本身是不是大佬 也算是 很有趣的 他以前在美麗華酒店 就做燈光 是嗎 萬壽工 他只看著成龍那些 七少福在那裡打光斗 那些 真是有交情的 以前 他就在Country Room 控制表演場地的燈光 真是燈光帶子 然後美麗華就收皮之後 他就開始駕駛的士了 駕駛的士 駕駛的士 他覺得跟我有點像 但我不知道影不影響到我 他駕駛的士駕駛到差不多讀完書 他就退休了 不駕駛的士 因為駕駛令人心理變態 他就不駕駛了 他不駕駛了 他就去讀中醫 幾年之後 四五年之後 被他考到中醫牌 不是吧 他現在是一個執業的中醫師 即是你現在身風感冒有沒有幫助他 唉 這些都是 自己人肯定意餓餓意餓餓 當然他會開一些藥方給你 但你跟不跟他執行就是一件事 但我其實在心底裏 我都頗開心的一件事 他似乎都在的士行業 的士可能真的很辛苦 駕駛的士 退了出來之後 他好像真的找回自己的理想 你也知道幾十歲 其實讀中醫也不是講師 他有很多東西要背 又要背詩又要背藥 結果真的被他考了一個牌 我覺得他似乎都是那種 找理想的人 何時的事 所以我覺得他對於我去讀演藝 可能在我媽媽的心目中 找不到吃的行業 其實他心裏 他有一些默默的支持 當然他不出聲 當我媽媽在罵我那時候 但問題是 我覺得他都好像是我這些人 對 起碼都會有一個理想 對 他年輕的時候放棄自己的理想 去駕駛的士 然後養到你肥子大隻 對 我想說我們應該要孝順父母 都是因為這些 上一代的父母很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放棄了理想 但我又反過來看 有很多人說 有時候你喜歡就辭職 就是我這些 你喜歡就辭職 你喜歡就跟老闆炒大鑊 然後又不做 你有沒有對家人負責任 我覺得這個是上一代的想法 上一代會覺得 你要維持一個好的家庭 你要有一定的收入 令到你子女有好的成長 但我可能反過來 我覺得如果我要找我的理想 如果在社會裏面做我自己最想做的事 其實這個本身是新教來的 即是本身是新教來的 即是to你的兒子 對 因為如果我是形形翼翼的 我是拆鞋 我是什麼什麼的 到時候我的兒子 可能他有自己想做的事 但他不敢走出第一步 可能他反過來跟你說 爸爸你多年都是這樣 爸爸你多年都是這樣 明明那份工不適合你 你都繼續拆下去 接著我爸爸就會發脾氣 我不是為了你 我一早就辭職 我一早就把老闆炸 一定是這樣 但這個就是惡性循環 但我想要容許一個空間 即是年少的時候 一定有少少年少輕狂也好 或者一定有少少 又弄你的咪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要那麼大聲 我似乎想把我的訊息 不要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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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到旺角 沒錯 現在不是寫的 現在不是喊咪 現在不是佔中 不是佔中 不用那麼大力 我想我們怎樣都要 如果有聽眾是年輕人的話 我想怎樣都要容許 年輕人 或者容許自己 年輕的時候 有一段年少輕狂也好 反叛也好 無論你用什麼形容詞也好 你當然會覺得 無論是父母 或者是制度 當然很多事情不公平 很多事情不對 很多事情什麼什麼 我們都經歷過這段時間 但是當我們經歷了 釘上十字架這段過程 結婚 生仔 釘上十字架 說得多慘 結婚生仔是釘十字架 對 生仔很血腥 我入產房就知道 我也入過 我真的看著他出來 待會有機會 我再跟你解釋 為什麼有一個釘上十字架 你表面上看來好像很殘忍 很血腥 但其實它有一個深層的意義 中教的意義 不是 跟宗教完全沒有關係 千萬不要把十字架這件事 就等於那些宗教 千萬不要這麼想 但是我們要容許有這件事 但是當我們去到某個地方 譬如我們現在 40歲了 快要退休了 的時候 回頭一看 你就發覺什麼叫做 兒女情長 英雄氣短之際 你就明白當年為什麼 他們要做些什麼不對 我這樣說 不是說 阿爺做什麼都對 我們都要包容 我屌他 阿爺 B1 有點背景交代 他是非常之大本土 你說我是大本土 雖然我是原居民 我不是大本土 我懷疑 是丁權 我知道他是丁權 因為他是真真正正的本土 香港人 他是一條真正正的土生土長 有幾百年 你家在香港 四百年 我怎麼知道 我沒有看過族譜 我只記得小時候 幾歲的人去拜山 才寫著光水兩個字 光水 我怎麼知道 其實B1的家庭 基本上他的家族 在香港 真的土生土長 所以他是偏向於 我懷疑他 我懷疑他相信 運教 我懷疑他是信徒 他經常在Facebook 分享一群文 我懷疑他 我懷疑他 本來我懷疑他 我懷疑他 在另一個節目 叫做《做你老母中國人》 本來我也想開這個節目 但仍未砌到節目的網 所以就不開 可能遲些 找B1 搞一搞《做你老母中國人》 我覺得很有意義 說回老豆 剛才大佬東 你經常跟老闆炒 然後就 為了理想 向前走 對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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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對咪 叫先不要對 OK 我看不到 慢慢地 不好意思各位網友 我今天真的有點不舒服 剛才進來之前 我真的不斷暈 我們第一集 你才來不舒服 不是 星期五沒來你就好了 你總是說不來 普通禮拜就行了 我硬要丟下那邊 做一些事 你不要這樣說 剛才是為理想而付出 其實我又令我想起一些事 其實很多下一代 正正是因為那些爸爸 不要說我們上一代 甚至我們這一代 就是形形逆逆的 所以他們的下一代出來 其實是惡性循環的 一樣都是形形逆逆的 不會追求自己的理想 更加不會為自己的權益而發聲 你明白嗎 寧願做鵪鵪 因為他爸爸也是鵪鵪 所以他的兒子一定是鵪鵪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你說不可以 鵪鵪的意思是什麼 即是做了乖孩子 奉公守法 遇到一些不合理的事 都不會出聲 我覺得也不一定 你做戲有一題 你說的那款 有些戲是像爸爸鵪鵪鵪 有些戲是這樣的 有另一些戲 就是爸爸鵪鵪鵪的時候 兒子就覺得爸爸鵪鵪鵪 然後打爸爸也可以 那是這樣的戲劇 那是戲劇的 那戲劇就是來自生活的 你生活中出現過這些東西 你才可以放到戲劇中用 很難的 跟你說戲劇 你現在是說的 我也是跟你說的 白龍仔 不如我再說回我爸爸 我爸爸五十口 其實我沒有說過這個事情 我爸爸是一個生意人 他是白手興家 一窮二白 我爺爺是賣街邊的 我爺爺是在中環的小販 基本上是江瓦佬 就賣那些江瓦的 也是賣家品 是一個小販檔 以前是板間房 我爸爸也是讀中學畢業 但是他自己是白手興家 做貿易 你中學畢業也很厲害 曾蔭權也是中學畢業 那個年代 我剛才是六十年代 剛才是中學畢業 頂住 本來是開銷售的 然後問媽媽 借了一點錢 然後自己搞一盤生意 現在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生意人 又養了你胖才大隻 我也不是很肥 其實他是一個很丁蟹式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丁蟹 你想想他二十三歲 即是捉你上天腿跳樓 沒錯 二十二三歲做老闆 永遠都是他怎樣人 沒有人怎樣他 你想想他幾十年 過去了 他在這樣的環境下 你想想他會有多麼自我的人 他是非常之難相處 其實他是一個很死自我的人 即是中日都是動一些 跟別人開拖 即是那一種 也有他講 也沒有人講 但是他很搞笑 他表面上是兇的 但他心裏是明白的 他就會找些機會 又會回家 而且他真的是小李阿爸 即是完全 我年輕的時候 因為他做生意 整個晚上都在家裡 即是每晚都去應酬 即使回來都已經深夜 但是他又 在十幾年前 他經常都想我去做他的事 即是指成父業 剛剛他又大兒子 我又大兒子 從小到大 我就被人教我是長子的孫 謝謝 我也是長子的孫 我也是 原來是這麼巧 我們生了兒子 那兒子也是長子的孫 所以就很麻煩 整天從小到大 就給你一個擔心 到底你要做什麼 結果 我在畢業那一年 我就有些反叛 真的沒有去做的事 就去做廣告 或者做其他東西 其實我想做戲劇 但我又沒有讀演藝學院 又沒有他們那麼聰明 所以我做不到戲劇 你香港大學 你教我講這些 是嗎 我現在正在醞釀他 沒有我們兩個那麼聰明 解明就給人說話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講這些 不是這個意思 香港大學 你的年代 天子門生 不是 十幾年前 他很容易入 他真的很容易入 你真是麻煩 那些網友爆 很容易入 越講越難入 越講越難入 A級的人考 你不是做的嗎 阿屌 我就沒有幫到他做生意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其實他對我的影響 其實都很大影響 其實我做每一件事 現在我覺得 很多時候都是 你反國教 佔中的都是受到影響 對 總之誰不妥就開拖 最大影響就是這個 對 現在他反而是 苦口婆心的 勸勸你不要佔中 就算他這樣丁蟹也好 他後來也給了一些自由度 其實他也給了我自己做自己 喜歡做的事 丁蟹原來是那個 形象包裝 或者是這樣 那你是不是想暗示你自己的方展白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我是丁孝蟹的 丟孝蟹 丁孝蟹是誰 丁孝蟹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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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孝蟹是不是邵仲恆的 對 邵仲恆很喜歡的 你這樣也記得 你記得 維交輝這個真是經典 大時代 神經典 當時有邵仲恆的 那個頭髮有一扮東西 那個頭髮前面有一條特別長 我真的學過 我馬上留過那些東西 他跟李麗珍真真好 李麗珍 我最喜歡李麗珍 你還很喜歡李麗珍 沒錯 那你不請他們 星期五母女嗎 請啊 你先說你老爸 對不起 拆得很遠 所以 說女兒 都比老爸好 那也是 所以 後來 我現在自己做了人的爸爸 其實他做的不好的事 令到我 對我兒子的不好的事 我不會重複一次 我就想去補償還是什麼 其實學到一些做爸爸 不應該做的事 那我就 將他apply到自己的兒子裡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 這樣說 如果我們三個 我夠膽都代表兩位了 我們三個 如果我們覺得自己都不算是怪獸家長 不算是那些什麼鬼鬼 直升機家長的話 那其實我們會怎樣教我們下一代呢 我們會希望我們的兒子 將來下一個什麼的人生路呢 我記得看到 有一個 最近的Facebook 很多的片 看到最近的一條片 就是 其實學校 或者整個學校教育的目的 是為了教那個年輕人快樂地做人 還是快樂地做人 還是一個考試做人 所以這件事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說 這裡送首歌給大家 星期日是一首 接下來是父親節 關於父親的Madly 就是林梓祥的單車加追憶 再加這個 聽就知道 稍後回來見 花了兩代半 有阿少星的空椅 有我的追憶 還有有Eason的單車 使我開心拍著手 現二代半離開 只有我問 為何木偶不留下 一絲作人 為何為何曾經 我引起的 將事一種美酒 從哪兒 掩飾的 陪延 和我爸爸笑著 沿途探探探 为何下变得如冬一般灰魂 为何为何真供我一气的将事一终究 竟已吸我怎会看不到 虽说演义角色实在有难度 从来虚昏以待我不及他拥抱 想我浸去相信这一道 多同色我却不便让我知道 怀念单涉及你我 你一有过的拥抱 难未难舍想感谢 茫茫人生我好长放夜 愈下已能复决爸爸的我 谁要下车 难未难舍总有一些 常情愚痴不可退卸 任世间再冷户相忌借单转 华有黄无好 从前攻你 蒙蒙夜里 躺于仙尘背后 难明白你 为何必去 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 都望着空灯 愿我能再度我他 创伤二组 都望着空灯 心难过 为何想当的从前 不说清楚 空灯 一天一張紅燈 白雪半個年我沒看 當時我才是叫歌 淡天八角我才會看 風景永遠也會看 聽我叫歌 只得一張紅燈 聽我叫歌 只得一張紅燈 歌 vs 閃兩個女孩 咱們叫歌 只得一張紅燈 谢谢